Hello,大家好,我是Mr.Manso 今天會跟大家講就是 Sy的param solving mastering math exercise11c的Q21條的 看看題目了 If z varies directly at the square of x and inversely at the square root of y Show that y z square over x to the power of 4 is a constant 那就不用問了,貴力一定是分開上下格的 然後是n字,和牽涉到兩個不同的項 Where we directly at the square of x 當然是x二次 那 inversely就放下格的 那就是square root of y OK K,我們要define k是甚麼 到底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試試將一些 K以外的項目整個對面 殺份母就是成份母 左右手成了 root y 然後有甚麼阻礙的K呢 就是x二次 好了,那除了左手 除了x二次後 就發覺和這個很相似 差甚麼呢 就是差2次 好了,然後就簡單了 所以呢 好了,那K二次是甚麼呢 其實K本身是constant constant是甚麼呢 即是一個代數K 我們在運算裏面 我們經常發覺 只要我揭開底牌 比如K算是7 的話 它永世都是7 不能改變 我們就用中文叫常數 那就叫K 那如果K二次是否是常數 K二次都是一個常數 即使K是7 K二次一定是49 不能動的 你是不是K是10 那K二次一定是18 OK 所以無論K是好 K二次都好 只要K是constant K二次都是constant 既然解決了 K二次都是constant 這個concept 那整個分數都等於constant 那就是藤木正的東西 那就搞定了 好,謝謝大家 好,重溫一次 這個影片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知道K是constant 可以嗎? constant即是它只有一個底牌 如果K將來計算是8的話 K永世都是8 不可以再變 OK 如果K是8的話 K二次是64 都是一個constant 因為 它出來K二次是64 它就不可以再轉任何東西 搞不搞定 搞定的話 如果K二次是constant 那份數都是constant 那就迎合了題目與數的東西 謝謝大家 拜拜